哈喽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突袭的视频 我本来的录影计划是明天 哦,这根头发 明天我会录一个Vlog 这个是我plan好的 但是我刚刚带小六去洗澡 等他洗澡的途中我就没事干嘛 去了附近的一间超市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包东西 其实没有太多 但是因为我买的东西都比较重 我刚刚就拎着这一包东西牵着狗 路上还得帮他监视 整个旅途非常的艰辛 今天下午我还在河马上面买了一点菜 今天晚上跟明天可以说自己在家做菜时 因为今天是周末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头发长得好快 才过了大概两周吧 已经长这么长了,我好崩溃 我今天没有怎么化妆 擦了一点腮红 然后唇膏用的是Kathleen Lies 跟Alpha合作的Miami Fever 我的指甲也刚好是这一个颜色 有没有很搭 其实我最近录视频的时候 就一直都有人给我留言说 想看超市跟我分享 那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拍超市跟我分享呢 我搬家之后离超市越来越远 你知道吗 我之前走去附近的超市大概要个15分钟吧 我现在走过去要20多分钟了 我一个弱小的女子 长途跋涉走到超市 又要拎着这么重一大堆东西 走回来很不划算 而且国内电商这么发达 我干嘛要这样为难自己 刚刚被口水卡住 那今天呢非常难得 所以说我就把握好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就先从我在超市买的这一台 东西开始说起 这个是溜溜药玉用的药 这个不是我买的东西 这里面还装了一个绝胃的鸭脖 因为那个超市旁边刚刚有一个绝胃 我私以为绝胃的鸭脖比周黑鸭的鸭脖要好吃 因为周黑鸭的鸭脖有点甜甜的 而且很大一个 我喜欢吃这种小小的 我买的是香辣味的 百吉福的这个奶酪棒 它叫做 它没有写它名字 它上面就写着棒棒 我现在就开一个来现场吃给大家看 一定要认准这个牌子百吉福 我每次都买它的 我一般都是买原味 它里面就是这种 然后后面还会有问题 它每个的包装都不一样 还有粉色的还有蓝色的 感觉自己好幼稚 打开就是这样 我把这个一撕开溜溜立刻醒过来 你知道吗 它现在好困好困的在睡觉 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奶酪棒 超级好吃的 我很不喜欢吃那种酸酸的奶酪 它就完全不会 真好吃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腮红有点不匀 是不是我涂太多了 腮红用的是我之前在英国买的 阿森斯的 溜溜过来了 它跟我一样都很喜欢吃奶味的东西 你们能不能看到 溜溜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要不要留一点给它 我舍不得 我还是自己吃掉吧 你们看它吃完以后是这样的 就上面有一个小人头还是什么 反正是这种镂空的形状 好像没有对焦 现在焦对在溜溜的头上 给你填一下 填干净哦 哦 掉了 好了 没有了 吃完了 没有了 他在想你给我吃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吃到 春光的野山椒酱给你们看一下 我忘记之前是谁跟我推荐过说春光的辣椒酱很好吃 刚好我家的辣椒酱也吃完了 试过之后再跟大家反馈 我自己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爱吃板栗的人 所以说就买了一袋这种剥好的 我准备要不然就是炖鸡汤的时候放在里面 要不然就是煮粥的时候放在里面 要买了一个这个味觉糖 就看到它有桃子味的 我也现在来打开吃一下吧 这个味觉糖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冻过之后才好吃 这是果汁味的冰棒的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尝一下 溜溜看我吃东西又过来了 我还没有那么看它长什么样子 我一定要把我的脸挡住 它才能对到焦 还蛮好吃的 如果你们喜欢桃子味的话可以试一下 买了一盒鸡翅 我准备明天做可乐鸡翅 然后接下来呢 它是手抓饼的饼本人 我是看它这个包装感觉还挺酷的 所以说就买了 但是写的是台湾的手抓饼 我准备明天早上做给大家 不是做给大家 做给我自己当早餐 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很爱吃 我吃手抓饼呢 是最喜欢加蛋跟辣椒就够了 我明天应该会录vlog 如果你们期待这个手抓饼的成果的话 可以去关注我的下一支vlog 买了一瓶醋 我不知道白醋跟米醋是不是一种东西 反正就是这种透明的醋 这个是李景记的 我觉得醋应该都差不多吧 买它呢也是因为它的包装好看 包装很精致 有没有 像我选这种调味料 我就会很在乎它的颜值 它如果好看的话 就算它贵 我也会想要买 这个卡式的圆太烙乳 我吃过它的酸奶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所以我每次看到它 我都会想买 但是它真的很贵 这个原价呢 是27块钱 就三瓶 相当于一瓶就9块钱 就这么一点点 这次是看到它 因为是零七的 所以说在做特价 就买一送一 相当于6瓶 是27块钱 我就觉得这个价格 我还能接受 跟小六 两个人吃 也挺快的吃的 我跟你们讲 是我太久没有逛超市了吗 我今天去沃尔玛的时候 他们现在可以 就是扫码付款 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 我是知道英国的很多超市 就他们有一个那种扫码机 然后你自己去取一个那种机 就可以扫码直接付款 然后就直接走 就不用排队付款 今天去沃尔玛的时候 发现它是可以 关注它的那个小程序 你选购完了 或者你边选购 然后你就边扫 这个商品的条形码 就直接付完款 结账的时候不用排队 直接走出去就行了 简直太棒了 这国内也太方便了吧 你想去哪个那个机 你拿着多不方便 直接用手机多好啊 说到我好像刚回国一样 其实我已经回国一年多了 哎 科技真是太发达了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感觉 我这一袋东西就分享完了 里面是我的签包 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在河马上面买的 因为我今天本来 没有打算去超市的 所以说就在河马上面 提前买了一些菜 生菜 没什么好讲的 我不是很爱吃炒生菜 我比较喜欢把生菜 下在面里面吃 不然干吃泡面 真的就给人感觉 很没营养 你知道吗 只涉入碳水化合物 我一般吃面 我就会加蛋啊 然后加生菜啊 蔬菜什么的 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惨 做做番薯叶 我以前对番薯叶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来了广州以后 然后开始自己做菜嘛 然后我发现我炒番薯叶 真的是一绝 我的秘诀呢 就是你先爆香蒜 番薯叶进去炒 加生抽 盐 然后最后出锅之前呢 加香油 这道菜的精髓 一定要加香油 就会得到一盘 非常好吃的番薯叶 我炒它几乎没有失手过 大家吃了都说好 但也没几个人吃过 其实 卷心菜 我是准备炒 那个 觉得香菜很出名的 叫什么啦 也叫手撕包菜 对吧 应该就是用卷心菜炒的吧 我不知道 而且这个菜 溜溜也很喜欢吃 她很喜欢吃这种 咬起来 嘎蹦嘎 嘎吱的那种菜 西兰花 我在英国的时候 经常经常会买 但是国内这个蔬菜品种太多 所以说我就很少买西兰花 南瓜 最近准备煮南瓜粥喝 刚好在下厨房看到吗 就有点心动 河马的这一大袋 也讲完了 楼上再看看 然后还有一小袋 葱跟香菜的套装 好奇怪的声音 感觉好像就是从我家传来的 但是又不是从我家传来的 最后一样甜豆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吃过这种 就是可以生吃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炒 我觉得看上去还挺好吃的 这就是我这次的超市购物分享的所有的东西啦 是不是看到有种很怀念的感觉 时光飞逝 仿佛又回到一年多前 那使得我还在英国 还是一个学生 而现在我已经入职一年多了 为自己的这段演讲鼓鼓掌 现在也五点多六点了 然后我肚子有点饿 我要去做饭吃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